我猜他是莫大 申拜你了 兄弟们 绝了 绝了 我们这都乱了 这是原神里的人物吗 不是吧 我们不是在唐MC吗 单看后面的那个东西 我猜可能是指南针 总不能是苦力怕吧 我猜是指南针 我就不相信 他前面这个人是有用的 我猜是苦力怕 让我们隆重地揭晓答案 为什么是那个传送门 这就没有办吗 我今天要关系啊 哥哥们 这张我不认可 他是一个传送门 你们要是有别的答案也可以指出 反正我就指定他就是一个指南针 我记得原神里好像有这个 戴帽子的这个角色 那个叫谁 莫娜 莫娜 但是这是MC 我猜他是莫娜 属中幻院 这不会是墨影人的娘子吧 没有 我猜到的是那个 嗯哼 嗯哼 黑钥匙 他手里拿着书 然后就是这本书是吗 身败名裂 兄弟们 身败名裂 炎江 原神里有这样红头发的角色吗 红头发 火 迪路克 红色 很胖的女孩子 我猜是火吧 你猜是火吧 也有可能 对 因为我看他中间颜色挺像的 头顶上还有一抹红 你好 啊 怎么玩呀 这跟熔炉有半包钱关系啊 红色的呢 红色呢 哎 你们有没有找错图了 就是他那个熔炉不是熄灭的熔炉 是刚着火的熔炉 有没有这种可能 啊 小语姐 那我喜欢 橘色 红色 黑色 这不能是西瓜吧 哎 有可能哦 那我猜蜘蛛 蜘蛛不会吧 蜘蛛黑色的 可是刚刚熔炉那个是灰色的 哦 对哦 你比较图厨不是的 我感觉有炸 我猜仙人掌 我猜仙人掌 你猜仙人掌 对 我要换 我猜西瓜 我猜西瓜 啊 啊 才真是 我 我是改答案 我猜冰方块 冰方块 好像也有点道理哦 透明的 然后 天雪白 然后还带点蓝 啊 那我还是参选方块吧 三 二 一 啊 嗯 狐狸 自己他的修为虎视前面图 最后用公式算出 好大啊 哈哈哈哈 倒好堆 啊 我们最终揭扫答案 啊 是可乐获胜啊 这真的是太意外了 柠檬 怎么样可以吧 啊 哇好香啊 爽 还有两片 还有两片啊 干了干了 我放在干了好吧 啊 你不是玩吗 好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 点赞过五个 你看 过五个 下期就可以可乐来自原神玩家们的顶级折磨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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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